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用我名义来出售东西的呢 大家可以认为他就是骗子 不要去相信 在此呢 我来感谢一下大家 昨天我发完视频以后 有很多人在鼓励我支持我 在此我来感谢一下大家 谢谢你们 下面就进入咱们今天的兰花小教堂了 今天的兰花小教堂呢 主要是讲一下兰花的误区 前期我做过一个兰花的误区的一个视频 但是不够全面 今天我再补充几点 第一点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阳光的问题 咱们都知道阴长叶 阳长花 一般来说呢 比较阴的环境养出来兰花呢 叶子会比较水灵 而阳光充足一些的地方养出来兰花呢 开花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但是有的人会走两个极端 就是把兰花放在非常阴的地方 或者放在一些阳光特别好的地方 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对的 放在特别阴的地方呢 咱们的兰花呢肯定是长不好的 万物生长靠太阳嘛 一点光都没有肯定是不行的 再有就是说把兰花暴晒 暴晒这个兰花呢 肯定也是长不好的 甚至会晒死 这个大家不要走极端 第二点呢 就是经常有朋友在说 我的兰花生病了 长黑斑了 应该用什么药 这个呢 关于用药的问题呢 咱们兰花呢 主要是在一个预防 并不是说它得了病以后 咱们再去救治 因为兰花的叶子一旦长的黑斑呀 或者是锈斑呀 是无法恢复到原先的样子的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个兰花用药上呢 一定要预防 对于这个病害呀 还有虫害呀 主要是预防 而不是去得了病以后再去救治 发现虫子以后再去喷药 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晚了 第三点呢 就是说兰花的这个通风环境 同样是这个问题 有些来友呢 也是喜欢走极端 认为通风就 只要通风就没事 越通风越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特别是在这个夏天比较干热的时候和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呢 通风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 特别干热的时候呢 你如果用外边的热干风去吹兰花 可能对兰花是致命的 冬天呢 同样 外边可能是零下几度或者十几度 这时候你要用外边的空气直接给通风的话呢 可能会把兰花冻伤 冻伤以后 兰花的叶片也是无法恢复的 会形成冻斑 这样呢 就会减低兰花的观赏性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过分的去通风 第四点呢 就是植料了 植料呢 好多兰有只去研究它的沥水性 但是咱们的植料呢 不能光有沥水性 还要有这个保湿性 有一定的营养成分和一定的辅着性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 兰有们有些时候呢 怕兰花因为植料不通透而辅根 就去一味的追求沥水性 沥水性过好 会造成蓝根的空根 对兰花的养殖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第五点呢 就是说 兰花并不是越贵越好 有些兰有呢 为了提高自己的养粮档次呢 就选择一些比较价格高的兰花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的 兰花呢 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好的 兰花的价格呢 是因好多因素而决定的 比如说这个兰花是刚下山的 比较稀有 这个价格肯定会很高 还有一些是刚刚培育出来的品种 价格也会很高 咱们就来说一下 比如说建兰的这个红草红河 刚开始有的时候这个 这个红草红河的价格可能在1000左右吧 一秒 现在可能也就是一二百了 红草红河呢 虽然说是一个建兰的一个色花 但是它因为是杂交的 人们对这个杂交的这个品种呢 还是不太认可的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跌落的很快 最后一点呢 咱们也是和第四点相关的 就是说 不是说兰花别人说漂亮就漂亮 这个东西呢 咱们自己养殖 必须咱们自己喜欢 自己认为它漂亮才行 才值得咱们去养殖 不要去听别人说 别人可能和你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当然啊 有一些兰花呢 咱们讲究的是一些半形啊 棚 半 这个都是一些有一些老的规矩的 符合这些老的规矩的兰花呢 一定不会太刺 咱们选择呢 要选择这些东西 不要去追求新 特 旗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好了 今天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因为我现在只是想起来这么多 如果以后还有的话呢 我会再通过小讲堂给大家补充的 最后呢 希望大家支持威子 给威子点点赞 长按点赞键 给一个强烈推荐 关注一下咱们的兰花小讲堂 咱们最后呢 威子再感谢一下 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还有大家可以去百家号或者是好看视频 去里边找一下这个叫爱兰说威子的这个 看一下它的视频是不是和我的一模一样 最后呢 威子还要提醒大家一下 咱们的兰花小讲堂包括威子本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兜售过任何物品 如果有人用我的名义 向你兜售蓝苗或者是东西的话 不要去相信他 那么今天的小小堂就到这里了 威子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